断定王妃所中何毒 与其花费时间查证何毒 不如查查有什么要能解百毒 王妃所言甚是 不知王妃有否听过灵草 灵草 您是猪甘草 非也 这种灵草生长在高山之巅 极寒之地十分罕见 能解百毒 这本书是卑职师父 从苗疆带回来的 上面记载这种灵草 叶子细长 叶齿 居形 墨黑色 叶子上有细小圈圈 圈范白色 啊 这种草药 我好像见过 王妃见过 太好了 实在哪儿见过 能采回来吗 我没见过食物 只是见过图片 还是当初 教授用相机 拍回来的照片 嗯 能确定 有就好 咱们继续翻阅 大山杂技 看看 哪里生产这种灵草 好好好 找到了 天狼山 这里记载 天狼山上 有这种灵草 王妃 您看看 天狼山生产药材 附近毒蛇猛兽奇多 有近山打猎之人 时常中毒 后一名叫寒珠的少年 发现有种灵草 能接百毒 救了许多人性命 为纪念此少年 古灵草 具名为寒珠灵草 没错 就是寒珠灵草 我马上去天狼山